今年农历新年期间 澳中商业峰会的两位负责人 杨东东和汴军就一直在忙活 年初忙着将抗疫物资送往中国 现在忙着把中国运送到悉尼的口罩 防护服以及华商捐献的医疗物资 发放给医院以及弱势群体 当中国疫情逐渐平稳 澳洲疫情在3月份进入严峻阶段 3月16日上海桥连以及上海联谊会 组织了全球首次共驻地球村 齐心共抗疫的先生会议 全球五个国家代表参与了防控防疫爱心连线 我们也组织了澳洲的全科医生社团 一起参加连线 跟医生交流 在澳洲跟防控疫情出去怎么准备工作 3月底澳洲疫情处于爆发期 在此期间中国海外留学生的学习和生活 也时刻牵动着杨冬冬和变军的心 澳洲商业峰会 澳大利亚悉尼上海商会 携手上海市归国华侨联合会 与上海青少年国际交流中心联合倡议 在3月26日全球华人社团中建立了首个中国赴澳留学生的关爱群 为留学生和家长们提供咨询和援助 邀请那些全科医生和心理学家在我们群里面 如果一些家长和学生对心理方面的一些义务咨询 还有一些心态方面 还有一些发生了一些身体不好的一些状况 我们的医生其实会在群里面跟那些学生交流 沟通 问他情况应该怎么处理 当然还有是我们也请了一些 关于留学生做留学移民的一些专家参与 就是通报一些中澳和两国政府的一些 正确的比较方面的信息 对留学生由于禁关的必定 而是禁令盖了那些签证学期的一些问题 进行一些义务的免费的一些咨询 除了在线上微信群里集结各方力量 帮助留学生 在线下他们也组建了爱心义工团队 充分利用各方资源 提供法律安全生活等问题的咨询及帮助 为留学生提供必要的抗疫防护用品 当时我们这句口号叫那个是 在这特殊的时期 我们愿意倾听你的声音 关注你的需求 送上我们的一份温暖 我们都是一家人 大家一起齐心学历 相信一定能克服困难 战胜疫情 随着澳洲疫情越来越严重 杨东东和变军代表澳中商业峰会 澳中慈善协会及部分华商 开始向澳洲本地医疗机构 捐献大批的医疗物资 其中包括1600件医用隔离服 和1万个医用防护帽 然而澳洲华人在疫情中的爱心行动 却多次被本地英文媒体扭曲报道 对此澳中商业峰会的负责人杨东东认为 华人一定要团结一心 旗帜鲜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